各位看标记都知道 是我今天要来干嘛的吧 没错 我从淘宝买了家具 然后现在就是要来开箱 其实我三个月前才学会怎么买淘宝 刚开始本来就是买一些衣服啊 小物品之类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在淘宝上面买家具 因为我这次之前看人家讨论 突然说 在淘宝上面买家具的话 比较划算 大概都是台湾价格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但雷的也很多啦 那我这次呢买了总共四件商品 都是全实木的 不过我就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家具上面都打上了木架 这个木架要拆 真的有点困难 所以我这次准备了工具手套 保护自己的御手 加上铁锤和一字起 先来拆这个好了 好像要把它放地上吧 这样比较好拆 女汉子耶 右手拿锤 左手拿起子 哇 一字起比较好用耶 有了 下去吧 越來越順手的感覺 這樣應該就可以拿出來了吧 然後這個廢木材 建議最好還是把它弄成像 這樣子一根一根的木材 清潔人員比較好收 所以剩下的這個 等一下要請雜事來拆了 還好我們家還有個地方 可以這樣子拆這些東西 一般的公寓可能就沒辦法買 淘寶傢俱了 沒有空間啊 那怎麼拿出來比較好 不用導扣 那要很小心欸 好像這個要先裝起來 還好這個還算容易組裝 就只有 只有腳需要裝而已 我之前看過人家買床組啊 就是床頭板然後還有 裡面那個魚骨啊 都要自己裝欸 如果是床和大型的衣櫃 我就不會在淘寶上面訂了 太麻煩了 小型的家具還可以 嗯 蠻好鎖的耶 耶那個裝好了 看一下實體長怎麼樣子 欸咻咻咻咻咻咻咻 你看你看 它五金鎖在裡面欸 我是怕撞壞啊 對啊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它沒有把手 好用心喔 看一下裡面 怎麼樣 豆子都差沒有 可是我要看一下它 有沒有壞掉什麼的 好脫嗎 還不錯欸 而且它有那個 小櫃子 我有一些飾品很多啊 我可以放到這邊 然後它 它也可以這樣喔 變成一個 梳妝台了 而且你看 它有小鏡子耶 一個是普通的鏡子 一個是放大的鏡 你可以這樣拖出來 可是好像也不能幹嘛 好 欸這個對那個 租屋主蠻方便的耶 台灣幾乎找不到 這種類型的斗櫃 所以我就上淘寶找 然後這咖呢 台幣差不多 換算下來 8000多塊 家運費差不多 快1萬塊 台灣買的話 可能要18000左右 但是因為我就是在台灣 目前還沒有看到這種類型的 這個先放旁邊 因為我們還有三個要拆 好 再拆這個 剩下的這些呢 我都是在 原式牧羽上面買的 就淘寶上面有一間 叫原式牧羽的 專門賣家具的商店 然後我看那個原式牧羽 台灣也有進 台灣賣的價格 是會高出 一倍以上 我先拆完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說 這些價錢總共是多少 女漢子耶 老師我很厲害啊 可是這個好像有點緊 等一下那個再你拆好了 他不是很厲害 難道他們就不能想一點其他方法嗎 因為還沒組裝 光是才這個木架 就已經耗很多時間了 這個我在猜應該是客廳的編斗櫃 然後 國外不是很多那種 在車庫裡面自己動手做DIY的東西嗎 對 但台灣就不太流行 這樣子拉出來 還好他這個也是 只是需要鎖腳而已 可是我在研究說他要裝哪裡 這樣子呢 特別的規格 欸 他的六角是哪裡耶 在你下面啊 嗯 很重要是嗎 這邊是啊 那叫撥片刀 好這一咖呢 準備要放在客廳的邊櫃 然後他這個櫃子 他說這個都是全石木的 摸起來做什麼 稍微但是他有那個 磨平了 所以並不會刷到 但是他並沒有像外面這種一樣 這邊是沒有貼的 然後他還有附一個 這個 防青島五金 他就是鎖在後面啊 就是怕地震的時候這樣倒下來 鎖在牆壁上面的 這還蠻貼心的 那第二個櫃子總算是完成了 還有兩個 欸 我們已經做了什麼 一個多小時 快兩個小時了吧 超累的 你有看到那一堆箱子 等一下還要把它拆掉耶 因為今天要做回收 這不是回收 喔 這是一般垃圾 那個木材是一般垃圾 這個電視櫃比較長耶 我放去 你來好了 我覺得我們拆到了快有心得了 這種凸起來的 然後中間有點縫隙的 是最好拆的 欸我發現我們真的很愛DIY耶 木地板啊 木地板啊 我們也是為了省錢 然後自己組裝 好順喔 我覺得我真的沒辦法去做 傢俱行 我要養尊處優 當個廢物 我需要你幫我一起 嗯 那一個板好重喔 哪個智障 嗯 好 一定要彎多久啊 嗯 這個是 啊 我只要是在這種剪的啊 那這個應該蠻方便的耶 這樣直接鎖起來就好了 啊 剩下就要給你了 已經中午了 所以 剛剛複片它送來了 先吃完之後 下午再繼續 茶几 這個有點重量 我覺得好像拿去樓上煮比較好耶 對 因為拿上去過程當中會撞得撞得去的 對 茶几就往上去這樣 那先把它拆開 我是選那種 有一點點收納空間 不是像這種那麼扣的 好了 這就是 這一次的 淘寶開箱 總共四樣家具 我想要這一切 要搬到樓上去 我就覺得好累 肥物 有三樣產品是在淘寶的原始墨裡買的 這一個 茶几 還有電視櫃 這三樣的價錢人民幣是 六千零 八十七塊 換算台幣差不多 就是兩萬六左右 家運費和手續費 差不多三萬那邊 一個家具就等於一萬塊錢 還蠻划算的吧 如果在台灣買 這個家具應該都會超過一萬塊的價錢吧 雖然說就是 家具行的人會幫我們組裝 然後還會幫我們抬上去 我們只是省下那個工費而已 不然他們要賺什麼 我自己是覺得 自己小小DIY一下好像沒什麼不好 可是 我絕對不會 在淘寶買 床組 還有大型無歸 除非要一點組裝天分的人 或者是 對組裝有興趣的人 不論還是訂什麼椅子啊 或者是什麼 這種茶几就好了 那 這一家具會放哪裡 等下一支影片再說 現在已經累了 現在好累喔 嗯 就到這邊就好 對 就到這邊就好 等到定位的時候 再拍一支片 跟大家介紹 那 今天的淘寶開箱 就先到這邊